今天一起來逛逛 三間英國超過百年以上歷史的香水店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哈囉 正方 紐文老師你今天真是不得了 你的裝扮特別的打扮過喔 對 因為我們今天要爆的 都跟這個英國皇家 現在最紅的嘛 對 英國皇室 對 現在英國皇室這個影集 對 多受歡迎啦 所以我就多多少少 也要打扮得有一點英倫風啦 你知道為什麼啊 那麼多英國的品牌 它都會有英國的皇家標章啊 對 據我所知 這個可能跟中國古代也一樣 可能什麼乾隆啊 什麼魯瑶啊 什麼官瑶啊 什麼之類的 那據歷史記載 在西元大概1155年的時候 就差不多12世紀 這個中古世紀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英國是亨利二世嘛 他就會徵召一些這個匠人 然後到宮廷裡面來 來幫他做他生活事物 比如說是穿的啦 吃的啦 就特別為皇家來訂做這些東西 然後他一旦覺得好用 他就給他一個 所謂的皇家的許可證 那這個皇家許可證呢 一直到今天為止 走到今天 都還有這個嚴格的筛選機制 那這個皇家許可證是 一旦筛選通過 那這個證呢 只能有5年的有效期 他還不是一生一世就對了 不是不是一生一世 然後呢 目前能發這個證的呢 只有3個人 誰 伊比莎白二世的女王嘛 女王 還有女王的先生 女王的先生 就是菲利普親王 對 還有女王的大兒子 就查爾斯王子 對 就這3個人 所以他們的那個勳章 有點點不一樣 如果我有用到有英國皇室 標章認證的東西 我就是跟皇室有同樣的待遇 沒有錯 沒有錯 蠻好的 那你知道我們今天第一間 逛的就是有英國認證標章的 潘海利根 對 而且這個Panhelegan 它有兩個認證 兩個認證 像我們今天逛的是英國的香水 那到底英國的香水 跟法國的香水 有什麼不同嗎 其實有一點點的不同 如果我們看這些 百年的英國香水 剛剛開始的時候 它的味道呢 基本上都 第一個比較簡單 所以簡單就是直接就是花香 對 再來就是果香 再來就是柑橘香 所以呢 它的層次沒有 法式香水那麼的豐富 因為它這個是針對皇家 皇室人在用 所以皇室人呢 就不能太張揚 所以不張揚 然後要有一點低調內斂 這些我是覺得 所以也不能太性感 就太撩人之類的 對 沒有錯 可是現在的英式香水 又不一樣了 因為它要呼應現代的風潮 所以呢 可能現在的英式香水 不是以往的那種形象 但是也有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最大的不同就是什麼 英國香水沒有香精 英國香水沒有香精 沒有那種 那種最濃的那種 對不對 那個小小的那個最濃的 好像沒有看過吧 對耶 對不對 你比較熟啦 可是法國香水幾乎 就是愛用藍色花朵 藍色花朵 Iris 就是鸚尾 鸚尾花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薰衣草 對 都是藍色的 對 藍紫色 對 還有這個Velvet 好像叫紫釘香吧 特別是薰衣草 特別多 聽說我們今天來逛店之前 其實女友老師已經買一輪了 聽說你還獲得了一個 香水手帕 對 香水手帕 我成功 為什麼我沒有 為什麼沒有 有沒有 可不可以有 歡迎來到Panhealigans 那我們的話是英國倫敦的品牌 那我們其實品牌的創立是在1870年 那我們的創辦人 William Panhealigans 他其實是一個英國的 就是皇室御用的理髮師起家的 就我們品牌來說的話 至今有150的週年 那其實品牌是非常的周全的 那其實大家可以前來探索看看 那女友老師 聽說你之前也是Panhealigans的粉絲嗎 你自己也收藏了不少 對 對 我收藏沒有很多 沒有很多 就這麼少 我覺得這一組蠻好的 好可愛喔 這是我在某一年在東京買的 那就是讓你一次試四種 所以這四種都是中性 也就是男女皆可 所以我就一瓶一瓶介紹 它只是比較小 它不是香精 對 因為你剛剛說沒有香精 對 沒有香精 它都是EDT 就是淡香水 那其中這一瓶呢 叫Blanen Bouquet 應該怎麼翻譯啊 布蘭姆的花束 布蘭姆的花束 對 你是不是覺得就是中性 正常版是長這樣 立刻變過來 對 我好喜歡這種感覺喔 對… 對啊 然後我再介紹第二種 叫做English Firm 就是英國的羊齒 是一種植類 植物 對 植類 這應該是這個 所謂的甘苔釣 甘苔釣 甘苔釣的 Chipry的這種甘苔釣香水 那這四個是你當初就已經 它是配好的還是你挑的 沒有 它已經配好 就是專門針對 我覺得是針對中性 大家都可以接受 我也可以接受 對 但是你現在可以接受 你買不到了 因為它已經停產 那你拿出來 這是讓大家很sad 然後這一瓶就是我買 今天有買 叫牧羊少年 但是我今天買的是這個味道 濃版 這個是淡版 我覺得也很好聞 但是也是低調內斂對不對 對 低調內斂不張狂 狂式都要這樣走這個風 然後這些基本上 你有沒有聞到 都有一點點薰衣草的味道 沒有錯吧 對 沒有錯 然後另外這個就是純粹的 叫Curcus 就是古龍水 最近也有推出一些 比較大膽的款式 對 比較大膽 那其中一款就是 今年2020年推出的 它這個商品叫The Favourite 我知道這一罐 這款其實我覺得 你知道很多香水瓶的設計 都有蝴蝶結 對 蝴蝶結 對 蝴蝶結 那我覺得他們家的蝴蝶 就讓人家覺得非常的優雅 是的 對 就是您剛說 就是這一瓶 但它這款就特別大度 而且是這種熔布的 熔布的 是紀念150週年 推出的香水 對 紀念150週年 同時呢 也因為說去年有一部電影 就叫The Favourite 那這個電影就叫做The Gentle 對 就是講安妮女王 跟她最喜歡的這個 一個女生 Sarah之間的故事 你用這樣聞 然後我這樣穿進去 它這個就是比較女孩的香水 就不會給人家侵略感很重 對 然後有一點點帶有那個Iris 就是雲尾花 淡淡的那種紫花 蘭花香 那另外我們還要介紹一款呢 是它另外一個系列 瘦手系列 我知道它這邊也是 今年滿暢銷的這個瘦手系列 狐狸頭 對 狐狸頭 對 也是他們就是 現在滿多 這個狐狸頭它有一個名字 叫Duchess Rose 就是應該怎麼講 公爵夫人的玫瑰 大家都聞一聞看 你會覺得 這個英式的皇式 老師這一罐快一萬 你就這樣子噴 睡一猛噴啊 我覺得怎麼辦 好好聞喔 我的形容詞 會不會大家罵我說 你怎麼什麼都好聞 就是一樣嘛 是不是就是低調 內斂 不張揚 對 因為你看它的瓶身設計 感覺說 這個噴起來有點下雨 那我噴一下有沒有玫瑰味 看公爵夫人玫瑰子 有嗎 真的有一點淡淡的玫瑰 而且是茶玫瑰 我覺得是茶玫瑰香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就介紹 潘海利根的這個 英國百年香水店 我覺得真的是 它大概今年是已經150周年了嘛 那因為150周年 他們今年還有做一些 柯製的服務 就是在它的瓶身上面 有一些可以做一些 柯製的服務 像這樣子 就是屬於你自己的 所以如果呢 你想要最近想要添購一罐香水 可以就來刻上自己的名字 對 我們現在來到了Quit 這個呢創辦的年份更久遠 比剛剛潘海利根還要久 對 到現在已經260年了 對 聽說連法國的拿破崙也非常喜歡 老師 為什麼拿破崙一直英魂不散 就是他什麼 怎麼什麼香水都很愛啊 應該這麼說啦 就是近代商業化香水的起源 就是死於拿破崙世紀 因為拿破崙的時代 就是那個時候已經沒有 真正的所謂的君主了嘛 路易十六斷頭了嘛 對 斷頭 斷頭之後就變拿破崙的時代 所以就變成平民百姓 也可以去享受以前貴族的享受 那其實說實話 以前只有貴族才有資格用香水 對 所以到後來就是 為什麼大家都會把這個拿破崙 作為一個象徵 但事實上拿破崙有沒有用香水 歷史上是沒有記載 只有說拿破崙的愛人 這個約瑟芬 他很喜歡用玫瑰花 對 但是是不是用香水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確定 就是拿破崙三世 對 跟這個品牌就有關係了 有什麼關係 它本來是一個英國品牌 可是呢 在這個維多利亞女王的時期 就是十九世紀的時候 對 這維多利亞女王因為用了特別喜歡 所以也得到皇家授權 所以就把它介紹了給法國的 這個拿破崙三世 同時介紹給拿破崙三世的太太歐仁妮皇后 對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他們就在巴林開了一家專賣店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這個Krid呢 他是英法混血的 Krid呢 那一開始呢 他是為了英國的法院提供訂製服 還有一些香水還有手套的一些服務 那一直到了1781年 英皇喬治三世呢 跟他購買了一隻帶有香味的皮革手套 因為他太喜歡那個皮革手套的氣味 進而呢 去跟他購買了Krid的香水 所以呢 Krid呢就在那個皇室貴族裡頭 以及那些名人圈裡面聲名大噪 他的香水非常有趣一點 他還標榜年份 什麼意思 因為他說他用的這個香水的材料 都是天然的植物精油 那所以植物精油蒸溜出來之後呢 每一年的年份的這個精油 就味道就像葡萄酒嘛 味道有點不一樣 對 所以他在標榜就是說 他有年份的差異性 他有一款香水超級超賣 是哪一款 我今天就想要來買 可是今天有嗎 有有有 聽說這櫃上很多都缺貨 對我今天問兩款都沒貨 包含這一款 這款是我以前在 美國那個Sex Fifth Avenue百貨公司 買到的 對 它是這個 應該怎麼叫香根草之水 這是屬於什麼樣的香調 這個其實就是有一點點 中性接近男士 中性接近男士 有一點煙草加這個 所謂的泥土味 但你可以接受吧 可以啦可以接受 就是它也不是那麼聰明 對不是這麼聰明 算是倡相 算是一個經典的產品 那我想問一下老師 像這種比較高單價的香水 跟一般可能兩三千的香水 是 差別到底在哪裡 其實說坦白兩三千塊的香水呢 它的這個mark up也非常高 也就是說成本是 絕對不會像賣的售價那樣子 也就是說香水其實它的成本並不高 對 它靠的完全就是調香絲 它的鼻子去調出不同的組合 所以那個味道去吸引人 所以這是重點 對 它有在香水的世界裡面 基本上分成兩種 一種就叫商業化香水 所以商業化香水就是它本身不是做香水起家 它可能是名人 可能是做皮件的 對 或是它本身是名人 像伊莉莎白泰勒 這些電言星等等 名人香水 名人香水 對 所以這個就叫做商業化香水 另外一個香水就是專門做香水起家的 這就叫沙龍香水 那它是算沙龍香水嗎 對 它貴類為沙龍泰香水 那它之所以貴的原因 我剛才有提到一點點就是 第一個它的原料 比別家來得更加的天然 那其實有些這個精油 本身就非常貴 像是像塵香木 現在應該停止銷售了 已經沒有了 所以只好用人工的來取代 只要用人工模擬的或什麼的 或是什麼龍咸香 抹香精的這個 對 像這一些或是色香 以前的那種用這個 動物色香 現在都是植物 或者是 合成 人工合成 擬針 所以如果說你要用到天然的話 那真的造價就會比較高 然後另外它還有標榜一點就是說 香水其實是會有一個熟成期 什麼叫熟成期 就是說它的香精跟酒精調好之後 它要放對不對 對 它要放 放一段時間 那一般的熟成期可能就是 三到六個月就可以出廠了 對 那這個牌子呢它就標榜 它要放很久 就是像酒一樣要釀酒 是不是 越沉越香 沒有錯沒有錯 就是讓那個酒精跟那個香氣分子 結合得更 更緊密 好一點點 對 那老師你要再介紹 KID最受歡迎的香水 最受爭議性的香水 最受爭議性的 對 它有一個叫做Aventus 阿文吐司 那直接他們把它簡稱叫 拿破崙之水 之水 對 那這個拿破崙之水呢 目前有三個版本 三個版本 對 這個是最原始的版本的 拿破崙之水 那這個版本呢 其實它的香味呢 一開始是很濃烈的果香 甚至是濃到說 就是像夏季熱帶水果的香味 就是鳳梨 有沒有鳳梨的感覺 對 有翁來 它跟它的這個包裝好違和喔 但是它說你噴一下子之後呢 它的那個接下來而起的就是 色香跟檀香 然後會撐很久很久 它馬上那個 轉換 對 馬上轉換 它轉換很快 對 所以那個時候造成大家網路上 比較爭議的一點就是說 有些喜歡就說 我要看這個批號啊 哪一年出的啊 對 它的這個翁來是最翁來 它的這個色香是最色香 對 所以他們要去收那個年代 所以它的評審會有這些年份的顯示嗎 會 都有 都有標註在上頭 所以呢 網路上大家就會去分享 要去買哪一個批號的 其實最值得收藏 可能各個批號的味道也會不太一樣對不對 對 就是他們去要求的 所以網路真一點就是說 有些人就會說 那你們這個公司 是不是品管做得比較不好 沒有QC 那我只能說 應該說它是一個比較私人 人化的香水品牌 然後它的量不是那麼的大量 對 然後用的又是比較天然的植物精油 對 所以出來的結果呢 難免會有一點點的不同 那當然我覺得也有一點點不同在於是什麼 你聞香的時機點 比如說春夏秋冬 還有人 我覺得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說 有的時候你在聞香的時候 你不能只聞紙 因為你噴到紙上跟噴到身上 不一樣的 完全是不同 特別是這個拿破崙之水 它的堅毅性也在這 為什麼那麼多人講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因為它噴在不一樣的人身上 出來的香味居然形容出來 是完全不一樣的 其實天差地有可能 對 所以我今天可能就想要 先體會一下 體會一下 我還沒有要買 我等一下要慢慢的品味一下 了解 品味一下 穿一穿 穿一穿之後看 我是不是要穿這件衣服對不對 對 明天再來買 要決定再說 畢竟也是 多少錢啊這個 1萬 1萬1800啦 所以就是比手機便宜一點點 他真的要想一下 比iPhone便宜一點 但是1萬1800 是想一下下 現在我們來到第三家 英國古老的香水 是Flores London 這個牌子到現在有290年 快要300年了耶 我們的品牌創辦人Flores 他的原本的故鄉 是在西班牙的梅諾卡島 他不久之後都移民到了英國 當他買下了位於 傑明街89號的店鋪之後 便開始了他的事業 就是禮容還有智書 以故鄉就作為創作 在他的自家地下室呢 就是調製就是混合了精油 還有植物的精粹來製作香水 在290年以來 還是提供著香水的訂製服務 其實他在2018年的時候 就是哈利王子跟梅根王妃 為婚禮的特製香水 是的 那我想問一下老師 為什麼現在婚禮都要指定用香水 這個風氣是黃氏開始來的嗎 我覺得一開始當然是黃氏 因為最早用這個香水的人 就是貴族 就是黃氏 我們今天一直圍繞的貴族 貴族 對 但這個氣息後來慢慢影響到了 一般平民百姓 就是名人啦 電影明星啦 對 所以他們結婚的時候就會有所謂的這個品牌會贊助 對 那或者是有錢人呢 就不需要品牌贊助 我們自己去選 自己弄 屬於我們的香水 甚至夠有錢的話 你還可以去量身訂製出來 這是都可以的 對 所以這個Flourish London呢 它自己本身呢 跟這個黃氏的結合 是今天我們介紹的三個品牌當中 最深最深的 因為它有唯一拿到現在的女王的這個授權 因為我們剛剛介紹的都是 都沒有女王的授權 對 都沒有女王 這個有女王的授權 有女王認證 聽說女王老師自己本身有收藏這個香水 對 十幾年前 我那時候常常去倫敦玩 然後呢 我就會順便去買買英國的香水 那時候我就喜歡上這個味道 那這個127呢 為什麼要叫127號香水 事實上也有一個典故 就是他們以前呢 幫一個俄國大公 叫Olof 反正就是一個俄國的貴族 也是一個貴族 那幫這個貴族呢 量身訂製了這個香水 那為什麼要叫127 因為它是在它的那個 香水的圖譜上的127頁 它的配方 就這麼簡單 對 所以叫127 那這個127的香水呢 它其實就是一款比較偏男性 但是我覺得是中性啦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它其實我覺得味道還挺復古的 對 是不是就是我講的那種 英國的類似古龍水 但是是不是那麼的熱情 它是比較低調內斂的 也是一種內斂型態 是不是 127 這個目前台灣應該也有吧 也有 但是我要講一下包裝 因為這是十幾年前買的嘛 所以包裝是這樣子 對 那現在因為大家都知道 減能減碳嘛 減能減碳嘛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用比較 比較簡單的包裝呢 簡單的包裝 那這個是89 聽說也是現在貴上滿熱賣的 但是89呢跟127非常像 有人甚至分不出來 那我要考一考V總監的鼻子 我今天聞了非常多的味道 我的鼻子基本上呈現失靈狀態 那為什麼要叫89 我先講喔 不是第89頁 很像耶 對 是不是一樣嗎 不是第89頁喔 是他們的總店的地址 就在傑明街的89號 所以這個跟這個品牌非常的有 因為它就是用電子 電子 對 對 我只能說呢 89號是更輕盈 然後呢 127號稍微穩 更穩 更老 然後更年輕的是89 那我先講這個89號 為什麼那麼受歡迎好了 對 因為有一些名人用它 查爾斯王子 但也不年輕了 對 不年輕 他雖然叫王子 其實他的年齡好像不太叫王子 還有那個007的作者 那也是一個蠻 佛來明已經做古了 對 所以還是蠻有名的 他蠻有名的 那一直到今天還那麼受歡迎 就表示這款香味呢 是經得起年代的考驗 其實就是很英式輪 那個聲勢的感覺 對 然後再來介紹一個叫Sephiro Sephiro 其實Sephiro呢 我只能講 它是女版的89號 喔 它是一個俗女用的 你大概可以想像了吧 清新的柑橘 然後尾吊就會 就會拉出一些 玫瑰的味道出來 其實它就是 就像我們一直說的 這種英國的香水 就是淡淡雅雅的 不會覺得 哎呦 你噴了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你噴出去聞 大家可能不會覺得 你噴了香水 覺得你可能用了什麼 玫瑰香皂 西皂 對 對 它那種傳統的香皂 是 對 滿不錯的 還有另外一個暢銷的是 女王的花束 這個暢銷品叫女王的花束 它的特別點在哪裡 我先講它這個點 它叫做 Bouquet de la Raine 那直接照這個法文翻起來 就是 女王的花束 那就一樣了 就是 針對呢 伊莉莎白二世這個女王呢 她登基50周年 為她量身定製紀念這個 50周年登基去做出來的 所以呢 它是一個 韓果香花香的一個香水 就更 比較女人一點這樣子 對 更女性一點 可是也很清新 其實也很清新耶 非常非常不張揚 對 不張揚 就跟我們今天聞到那個鳳梨 對 差很多 對 差很多 剛剛我們那個說 Cree的 鷹霸混血 對 我現在今天 今天我們逛了三間店 我真的滿了解 英國香水的真諦 對不對 對 就是 低調 低調優雅 對 不張狂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hashtag 對 沒有錯 那今天呢 就是我們逛了三家 逛了很久 對 那你也失血不少吧 今天失血啊 目前為止還沒超過兩萬 還沒 所以你看 等一下可以繼續買 等一下繼續買 因為我看上它一個 蜂蜜烏木 的香味 對 老師也是有備而來 因為我最近滿喜歡 木頭的香調 是不是因為冬天到了 應該是 冬天到了 就有點溫暖 沉靜的感覺 對 所以今天就是我們跟老師 一起逛了三間 英國百年的香水店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 彩妝 保養 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希望我們下次還可以 跟牛兒老師 繼續去逛別的店 可以嗎 My pleasure 好 那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囉 拜拜 拜拜